今年的伍德的场地是分为两边的 你看 这边有一边 这边也有一边 说美 博士本来了 丁美式 YYDS 不是 我上次来的时候 它还是只是机器人咖啡厅的 这次来怎么就叫中国牛咖了 澄清一下 这不是我开的店 这不是我们开的 这是她的 不是我开的 您好 这边邀请函的这个是掌门吗 谢谢 你这个无限畅饮的票是多少钱的 150 150块钱 然后基本上是二三十一杯 你喝个四五杯 基本上就能回本了 然后你喝的酒杯回本了 没有 有几杯还是自己买 自己花钱买 觉得哪个好喝吗 一个是这边这家 鲁头 它家的那个基本款 拿铁和美式豆腐甜感 飞的那边 嗯 还有一家creeper creeper的在那边 有一家看那个 曼牙气泡冷碎也不错 嗯 你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的吗 18年参加过一次 然后19年 19年没看消息错过了 然后去年不在国内 所以今年过来一趟 挺好的 其实在上海喝咖啡店 好好方便 对 你之前那个视频 你也说了吗 其实因为上海竞争激烈 反而会能够有一些 平价又好喝的咖啡店 不像有一些店 有一家很高也有 对 刚到这边就遇到了这个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呵呵 好嘞 再逛一逛 然后我也再去看一看 好嘞 Dirty是25是吧 对 啊 不用吗 送你的 不不不不 来 尝一下 它这个Dirty喝着很清爽很顺 真的好喝 好 这个是10块钱一包是吧 对 我买两包的 你拿走吧 过过过 Stan 它就是在喝完之后 它里心里印了一个张的感觉 你们是不是做调酒的 没有 我们不做调酒 那你们戴的这个黑手套 我感觉就是 专业是吧 对 Professional 显得专业嘛 要不然你们也不愿意拍 没有 我觉得现在特饮跟调酒 我觉得分不开嘛 对吧 一台全自动的咖啡机 哦 全自动的咖啡机 最主要我们用了一个 实验社会用到的一个抽针通过滤性 就是油脂和一些细粉都会去掉 它停留在舌头上的一些苦味和色味都会没有 我以为你是用冷脆咖啡做的 哦 这是浓醋咖啡 哦 浓醋咖啡做特调的话 干净度上面的确 想做干净点还是有难度的 对吧 但是这个小壳 人家做的又干净 是不是有点东西 哈哈哈哈 没有 其实就是网上几百块钱 这几百块钱的一套系统 这是哪一套 乳酸菌 你们现在多少粉吃的 我刚看到这个毕竹在这个 再来两个吧 对 基底是小肉燕麦奶和浓醋咖啡 小肉燕麦奶 哦 对 可以试一下 我第一次见就是用燕麦奶做特调的冰的咖啡 而且是酸奶 嗯 还有那种酸奶和稀釉的感觉 对 观众老爷们 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咖啡节 大家都share咖啡 所以说这个 就是我们都没有太在意 就是说几个人喝一杯咖啡 因为咖啡节嘛 开心就好是吧 变了 别人变了 哈哈哈哈 我给你学一下 我无法形容了这个味道 我来学一下你好不好 哈哈 哇 这个 这个 平时喝美式 基本上喝美式的 喝太多了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来咖啡节的话 那我们就喝特调的咖啡 哇 这个酒不错啊 对 这个酒要很香 对 这个叫什么呀 荔枝枝 这个先让这个喵二哥来喝一喝 饮咖啡了 这个加酒了对不对 还有荔枝对不对 alright 太脏了 这个网还蛮有意思的 挺安静的 然后有很多这种小的 小艺术品工艺品 画呀 像这个的话一个小的这个要多少钱 这个是89 这个是我们和插画师合作的小袋子 然后这个是木科子画的 这个是悟空冲画的 悟空冲是郑州的插画师 然后也很厉害 哦 然后这个黄的是我画的 我的画风就比较扁情 这个好看我买一个 哦 是对对 这是一个钢琴吗 哦对 它是钢琴跟202的特性唱益 哦就是一个饼干 哦对 这是今年的流行色好像是 哦 黄色和灰色 是吧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一直想换一个这个微信头像 今天终于有机会了 哇这个小哥画的这个太流畅了 看两个在不断的对视 卡通像里面那样 身子可以画的这个胸肌大一些的嘛 哈哈哈 就强壮一些 强壮一些 撞 这种感觉很奇妙 这个有没有那味 我觉得咖啡节应该需要融入这样的一个东西 很生活 这是一个单独的区域 然后你看我出来了之后 外边就是咖啡节 Here comes rubber dog Oh did you know I named him twice 煮沸土耳其咖啡煮沸三次 我误过了这边有一个卖土耳其咖啡的 因为天太热了 我喝不了热的咖啡 它这个土耳其咖啡是非常非常烫的 所以说我就没点 这是出单了是吧 这个盖着这个章是什么意思 就是今天来这边就盖一个我们的这个章 然后之后还有15家咖啡店 他们都有各自的章 只要你去打卡集满了 就反正每次去每一家都会有特条送 来 跟小姐姐刚一下呗 好 谢谢 我第一次喝到咖啡的澄清 因为我喝过番茄的澄清 我喝过牛奶的澄清 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感觉 摆个提示还放大块冰 精品纪为酒吧的话我觉得这种很好办 没错 我是酒吧 哈哈哈哈 他们楼上就有酒吧 对 我楼上就有酒吧 太感谢你妈妈 他真的说没有 他就是年纪大了 然后一点都是大 跟不上 他就说 他说你把咖啡的东西做的最接地 哈哈哈哈 为了表示我们对你的 就是认真的崇拜你 然后我们请你尝一下我们的冷脆吧 哇 太感谢 太感谢 好久没见你 哎 我没见过面吗 我也在想怎么回事 哈哈哈哈 大家先 这是打招呼的 没有 上来就是很久没见 两个人也不好意思说 他说什么对不对 哈哈 今天被展上喝到你们的那个咖啡 真的太好喝了 我送给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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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给你 喝一下他这个冷脆 哎呀 我喝来喝去 我觉得刚才喝特调喝多了 还是这个冷脆的喝钱 还是黑咖啡沉粹一点 实在一点 然后喝到这个咖啡之后 有一个觉得 哇 还是回归到咖啡本身最好 谢谢你们 记着一下 对对对 在意不在意 不在意的话就可以记着 谢谢 哎呀 咖啡 我们做咖啡的都有健康症 哈哈哈哈 这个展台我觉得跟咖啡节很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意思了 发现了一个小火星哥 哇 像不像火星哥 哦 他这个咖啡节是 你自己带个杯子过来 是免费喝的 免费的 你看嘛 自带杯可免费 哈哈哈哈 喝了一肚子的咖啡 真的受不了了 去搞点吃的 太饿了 都看到这里了 求点个赞不过分吧 这会人已经多了 算了 热了 哎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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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在乐这里 哎 我喝到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人都麻木了 到最后的时候 我走到一些摊位上面 我看到他 我看到咖啡就害怕 哎 对了 最近非常喜欢看一个主播直播 一个小帅哥 他叫7香 看他的直播很下饭 这次的咖啡节 我感觉就是特调咖啡 大PK 这说明了大家都意识到 我们这个国内的 喝咖啡的 目前的这个用户群 还是要用这种特调咖啡的 这种饮料的方式 来走进这个人们的生活 在外边吃饭 然后呢 我找了一个这个咖啡店 我发现他们的这个菜单上 他们是没有美式咖啡的 他们叫普通咖啡 我刚才在这个菜单上面 找了半天 我一直找不着美式 我觉得他们这个 就满接地气的 我觉得 说实话 他们的这个冰的普通咖啡 真的没什么特点 但是我来这边 最主要还是要吃他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墨西哥饭 真的太好吃了 我说我想吃这个菜单要 哇 这个返号化妆价是真的帅的 这真太帅了 我记得这个我之前 还有我在韩国的一个咖啡店里面 那个咖啡店叫4B 他们是卖vigo 然后加咖啡的 我在他们的咖啡店里面 就见到过一个这个 超级无敌巨大的这个 反号客装甲 看到了这个Michael 你看这个做的这个表情 太逼真了 这个Smooth Criminal 这个汉罪关手里面的 这个45度 清晰 感觉他好像是活着的感觉 真的是这样 晚上吃饭 然后为了吃旁边那个牛杂店 然后呢我看刚好隔壁这边有卖咖啡的 为了配牛杂买位咖啡 对 就这家牛杂店 一碗面和一个牛杂是46 然后咖啡是22 对了再说回到昨天的这个武德的咖啡节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咖啡品还太多了 每家都在做特条 每家都在拼特条 我就觉得就是 东西如果一旦过多 每家都在做的时候就没有了这种心意 反倒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哎 昨天有一个做土耳其咖啡的一个小哥 然后我之前好像是在哪刷到过他的短视频 然后呢只有他一家在做这个土耳其咖啡 给我的印象倒是挺深的 虽然说天气很热我没有点 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就比较深 他只做土耳其咖啡 就是做工艺品的那个小骑士那个场馆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就非常喜欢 因为他很有体验感 然后那个小哥也帮我画了一个头像 里边有很多这种不同的摊位 我就觉得这种体验感很好 如果我是一个咖啡品牌 我去那边 我就有可能我不卖咖啡的 我有可能我会做一些可以互动的 体验感的一些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附带咖啡 我觉得这样做的话 可能还会有一些亮点 让大众感受到这种体验感 因为毕竟你在哪家喝咖啡都能喝得到 那我就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 能够交互体验的 给人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东西